SystemCore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說 那我們講SystemCore有不同的傳參數的方式 但是SystemCore本身到底有哪一些類型 它有哪些型態 做什麼用的 所以我們簡單的分成六類 例如說有些SystemCore是專門處理Process的 有些專門處理File的 那有些處理所謂的DiskDevice的Management Device I.O.設備 然後有關Information的Maintainance 訊息的Maintain 或者有些是做Communication 就像Process之間做通訊的 或者做系統的保護的這些SystemCore 那我們看一個例子 這個表呢 舉了Windows跟Unix兩個OS的SystemCore 那針對剛剛那六個分類 舉一些簡單的 比如說Process Process在Unix裡面我們有哪些SystemCore 一個叫做FORC FORC上就是CreateProcess 就是產生一個新的Process 就是一個SystemCore 你產生一個新Process 那你也可以把一個Process把它結束掉 如果在Windows叫做ExitProcess 然後在Unix就叫做Exit 兩個就是左刮戶又刮戶 就是代表它一個程式的結束 那也可以再說 那我在等一個什麼東西叫Wait 就Process本身可以 執行到一般的說 我在等另外一個結果 比如等什麼 你可能在等另外一個Process給你 傳一個東西給你 一個訊號或者一個參數 或者一個什麼值 可以互相等待 就是我們程式執行的時候 有互相等待或者鴻固的作用 我們到後面的章節會提到 就是說 有時候你執行程式的時候 有兩個程式同時執行 這個程式執行到這裡的時候 它便宜等這個程式 它便宜等它 所以它就到這邊就叫Wait 它就Wait 就等 等到這個程式執行到一個地方 它會執行一個叫做Signal 就通知它 它再繼續做 就是各位如果再來寫程式 你需要在這兩個程式 或者多個程式之間 你要設計一個流程 就是你希望它執行到這裡 然後接下來換它做 然後它做完再換它做 你有一個特定的流程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Wait 來控制它的速度 一執行Wait 就等在哪裡 等什麼 就等什麼事情發生 等什麼 比如說等一個Keyboard 等一個Mouse 等一個Click 等什麼 它會等一個 我們叫做Signal 一個訊號進來 這個訊號一進來 它就繼續做 這個兩個程式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結果 多個程式的時候 就更明顯 這個細節我們以後都會提 這個是有關 比如說Process的Control 那對File的Manipulation 比如說OpenFile ReadFile 剛剛有介紹過 WriteFile 就把一個檔案打開 讀檔案寫檔案 或者把檔案關閉 這個都是最常用的 這個都是常用到的System Call 那Device的Manipulation 就是說你在做Io的時候 你要做一樣 Io也是用Rewrite的概念 Read的就是從Io讀進來 剛剛講比如說從硬碟 那IoControl就是等於說 設定的一個Io 比如設它的參數 然後Read就是讀進來 Write就是寫 那這個Io很多種 比如說從硬碟 從Mouse 對不起 因為Mouse也是Click 從Keyboard 甚至從網路 網路也都算 都算Io 都是 那對於一些我們叫做 Information Maintenance 就是這個電腦本身有一些信息 你是要知道 比如說你想知道 這個Process ID是什麼 我們當然還沒有講 就是我們在OS裡面 可以同時run很多Process 很多Process 那OS在管理上 它也會一樣的 給每一個Process一個ID 這Process是有編號的 簡單管理上 就是1123號 所以你要得到這個Process ID 就是GetProcess ID 就會得到這個Process ID 也是一個System Call 那如果你要設一個Timer 我們知道Timer在OS裡面 是非常關鍵的技術 那包括說像Timesharing 就是分時 就是我每一個程式給它run 只要給它30個minisecond 或20個minisecond 時間到 我就要CPU收回來了 那就靠Timer 所以我們常常要設定Timer 好 設定Timer 在UNIX裡面就是靠一個Alarm 就這個 叫Alarm的System Call 那參數裡面是什麼 就是時間 你知道呼叫一個Alarm 裡面給它 那比如說2秒 2秒鐘之後 就有一個Interval出來 那你可以呼叫很多Alarm Alarm、Alarm、Alarm、Alarm 那不同的時間 那不同的時間到 就Interval 一個又跑出來的意思 所以你只要想設定一個Timer 你就呼叫Alarm就可以 然後給它一個參數 就是時間 那時間到了 就會有一個Interval跑出來 那當然就會做 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你也可以有 就所謂的Sleep 你要讓這個Process睡覺 或者暫時去休息 這個也都可以 甚至讓系統本身休眠 這個都是 如果要做通訊的話 就是說你要Create一個叫做Pipe Pipe一般就是所謂的管線 管線 所以兩個Process之間 我們等於說中間給它建立一個管路 管道 那中間可以送資料 所以簡稱叫做Pipe 事實上也可以叫做Connection 連線也可以 那你就呼叫一個叫做Pipe 這個System Call 它就會建立一個連線 所以當你要建立Pipe的時候 你通常要給它 對象是誰 你要建立這個Pipe的對象是誰 那它就會把它建起來 類似像這樣子 那如果是Protect的話 我們會說 這個檔案的security的程度 或者是誰可以用 可以讀 讀取 SSY等等 這邊都是類似的System Call 可以來用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這個OS在執行的時候 它的結構是什麼 我們看 最早期的這個MS-DOS 算是最早期的這個OS 它在執行的時候 只要一開始 我們叫做Startup 從開機之後 就會有一個Kernel 再放到記憶體裡面了 讓我們知道 這個Kernel怎麼會在記憶體 那當然經過我們 Boost Trip 一開始有一個類似開機程式 先把這個Kernel從 印碟裡面把它搬進來 那同時會把 Command Interpreter搬進來 因為早期的這個MS-DOS 它沒有那個故意 沒有Graphics的User Interface 它要下Command了 所以它基本上有最基本的 這個Command Interpreter 也把它下載進來 好 這是左邊呢 這是一個系統剛開機之後呢 變成這個樣子 那一旦執行一個程式呢 它就像右邊這樣子 那早期這個MS-DOS 它也不能做Multi-Programming 它只能一次執行一個程式 所以你看它的右邊這邊 它的記憶體 就一次只放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呢 不管大小 那就是一個程式擺在裡面 那如果這個程式做IO呢 CPU就只要等它啦 或者說 那就把這個程式搬走 然後再搬下一個程式 那這個你知道就是很不 還沒有效率嘛 因為一個程式執行IO 你要不要再等它嘛 IO做完 要不要就把它搬走嘛 搬走以後又沒有程式 再搬另外一個進來 這樣程式的搬進搬出 這都是浪費時間的 不過因為它這個OS很早 所以當時已經很好了啦 那以現在來講當然就不夠好 現在好像後來就是像 Previous-D 那它run這個Multi-Program的時候 就是我們上次講了 就是說你就可以把好幾個process 同時放在裡面了 記憶體裡面同時 把好幾個process 假設這個process B 它執行一個IO的時候 沒關係 B就去等IO 我就把CPU給C process C來run 那process C如果又執行IO 我就大概給D嘛 那如果DU執行IO呢 一輛CPU就埋行 這就是為什麼你只放三個 如果不放五個吧 就是OS的事情 對 我們講OS本身 在調配 哪些process要在記憶體裡面run的時候 它是有一些考量的 我們上次也提到說 有些process本身叫做CPU Bound 它大部分在做計算 有些叫做IO Bound 它大部分在做IO 像這樣 比如說Online Game 這種程式基本上就屬於IO Bound Online Game 因為你跟它互動非常的快 你一輸入它就輸出 你一輸入它就輸出 那這種東西就是IO非常快 就是IO Bound 如果說你只是在算一個 像矩陣的相乘 矩陣的這些處理 你全部就計算不做IO 那就是所謂的CPU Bound 就是我們希望這個程式裡面 有一些組合 有一些CPU Bound 有一些IO Bound 放在裡面 那這樣自然你的CPU 大概不會讓它Idle 產生IO的 就去執行那個CPU Bound 它就可以一直做一直做 等等 這都是一個例子